甲原子量为39.1 原子量为比较质量 我们常用单位有两个 一个为 克除墨尔 另外一个为 AMU除以个 因此对于A选项而言 以墨甲原子要求助质量为何 因此分子量等于重量除以数量 所以重量等于数量 乘上分子原子量等于一墨尔 乘上39.1克除墨尔 等于39.1克 但题目要的是单位AMU 所以答案为39.1 乘上6.02 乘10的23次方 所以A选项是正确的 而B选项而言 一个甲原子质量有多少克 因此一样重量就等于 一个甲原子 我们要换成墨素 因此 将一个换成墨尔 墨尔为1除以6.02乘10的23次方 墨尔 乘上39.1克除墨尔 就等于39.1 就等于39.1除以6.02乘10的 23次方 公克 所以B选项也是正确的 而C选项而言 一墨尔的甲 这是数量单位 要含有多少个甲 这也是数量单位 因此C选项错 原因是一墨尔 就直接等于 甲佛加学数6.02乘10的 23次方 所以C选项是错的 因此答案要选C 而珠选项 是由重量要推出数量 所以对珠选项而言 数量就等于 重量除以原子量 重量为1公克 原子量为39.1克除以墨尔 等于39.1分之1墨尔 单位我们要换算为个 因此39.1分之1 要乘上6.02乘10的23次方 所以珠选项也是对的 因此 请大家多谢 測请